现年七十五岁的净空法师 一九五九年于台北原山灵济寺梯度 法名绝境 受戒后于台湾及世界各地红金眼教 四十余年不曾间断 另守开封器之先 使用电台电视台 卫星电视 网际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体 进行佛陀教育 现存影音带数千件 迄今仍每日红法受教乐此不疲 净空法师俗名徐叶红 一九二七年二月生于安徽卢江 一九四九年到台湾 服务于实践公社 一九五九年批度受戒 并先后追随一代大哲东方富 藏传高僧张家 以及佛学大家李炳南居士 学习佛法 熟通佛教各派经论 以及儒 道 基督 伊斯兰 以及其他宗教学说 尤其对佛教净土宗着力最多 成就亦最为辉煌 法师在早年间 到底为什么会出家的呢 出家是老师替我选择的 我学佛跟一般人情形不一样 我是从哲学里面走进佛门 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 他告诉我 佛经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的部分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被他这两句话 来引进佛门来的 所以以后就专门跑寺庙 找经典来读 来看 那么接触到佛经之后 我很幸运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认识了张家大使 所以早年 这个佛学部分呢 是他老人家指导的 我跟他三年 这个出家这个事情 也是他给我选择的 他当时问我的秩序 我说我 唯一的一个 有兴趣的事情 是为社会佛物 为众生佛物 所以早年 对政治很向往 我的老师告诉我 他说既然真的是为 人民佛物的话 他说宗教教学比政治好 政治如果一个政策错误 还害很多人 这宗教教学呢 由贝利而无一害 我想想很有道理 就选择这个方法 说说您日常生活的安排吧 您是怎么样修行的呢 日常的生活一切随便 绝没有师好 人家给我什么吃 我就吃什么 给我什么穿 穿什么 绝对没有挑剔 你就很快乐 你一定要吃这个 一定要穿那个 你自己就很苦 一切随身大众 你说多快乐 我听说您平时也不做道场的 没有道场 那又是为什么呢 道场很累 你有个家的时候 你看看柴米油盐 甚至于现在还要交什么水费 还要电话费 你说这个东西多麻烦 我业无所有 你说多自在 心里头什么次都没有 心里头没有死 身体也没死 这个叫快乐 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刚才您提到了政治 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宗教似乎一直和政治 有某种联系 一直也不能脱离开政治 比如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在近代了 尤其是在鼎盛的唐代 一直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为统治阶级所服务 那您是怎么看待 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您自己有没有设计政治呢 如果说是 宗教学术一切都不被政治利用 政治的作用等于灵 它有什么方法来帮助人民 达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政治是个总体 所有一切都要为它服务 它为一切众生服务 这就正确了 如果我们一定说是 这个 被人家服务的话 这个观念 我觉得是错误的 比如说是 一个好的领袖 他真正是为国为民 我们全心全力的奉献 我奉献给他 就是奉献给国家 奉献给人民 您是在佛教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乐图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说 似乎在生活中 总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存在 比如说 孤寂了 空虚了 烦恼了 忧伤了 妒忌了 那么您认为这些负面的情绪 根源到底在哪呢 这个些根源呢 就是 三字经常都有了 人之初信本善 习相近 信相近 习相远 这个问题是什么 习信 习信 这个就是教育问题了 后天的教育 人 本性 都是善良的 为什么会变成不善 是由于习信 没有得到好的教育 你现在虽然教育很发达 实际上 问题非常严重 教育是懂得人与人的关系 懂得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懂得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是真正的教育 你一生受用不尽 那么现在 俗语学校的是知识的传授 不是教育 所以社会才这么乱 人才生活得这么苦 净空法师在多年的红金眼教过程中发现 许多院校只注重讲授知识 却忽略了对学生待人出世的品行教育 他常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年轻人说 你们掌握了知识 却未必真正受过教育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呼吁人们应当建立起正确的教学方针 旨在彻底破除迷信 启发真挚 使社会大众明辩真伪 正邪 是非 善恶 利害 建立理智 大决 奋发进取 乐观的宇宙人生观 这样才能圆满普渡众生 获得真实永恒幸福的教育目标 那么按照您的说法就是现在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是太少了 不过在您看教育和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人跟其他动物的差别就在受教育 人受过教育 这些动物没受过教育 人如果不受教育 跟动物有什么差别呢 不大没有差别 人是动物里最坏的动物 最可恶的动物 你说一般这是毒蛇猛兽 它要不是饥饿的时候 它决定不会伤害别人 伤害别的小动物 我们在动物器官里面看到 狮子狐狼 它吃饱的时候 小动物在它周边围来围去 它离都不离 可是人不一样 人不吃它还得想办法去害它 人之可贵呢 就是贵在接受圣贤的教育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时候 也能够看出一点门道 你看改朝换代多少次 它什么都改变了 教育政策不改变 教育理念不改变 教育方式不改变 你就想想这里都有什么道理 佛教的理论自然有它的道理 不过它已经是几千年的了 那么在现代生活的今天 您觉得它适用吗 这个不是旧的 这是万古长新 你想想看过去 两千多年来 为什么它不说旧的 它也就是 这是真理 真理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不但在今天的时候 这个时代 中国人是全世界人都是 所以在七十年代 英国唐恩比说了一句话 要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只有中国恐懵修书跟大权火法 它看得很清楚 全世界任何学术理论方法都不能把这个动乱的脾气 所以真理是超越空间 超越时间 对于青少年来说 具有正确的判断力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的生活中呢 有形形色色的宗教 有一些邪教 比如说奥姆真理教啊 或者是飞碟教啊 他们也会打着真善美这样的旗号来欺骗使人 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 到底怎么样帮助他们来判别什么样才是正教 什么样才是邪教呢 还是顺利教有问题 你要能够宣扬正面的这个教学 他懂得了 应于所谓 不怕不适合我 就怕互比我 你这两样东西一比 他就知道的学责了 那今天邪教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正经 没有人说正经 也没有宣扬正经 他听听那个不错就跟着去了 如果说正法的人多了 他就有比较 那怎么样又和 他也会不动争了 我知道您很强调教育的功能 尤其强调说 佛教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 它是佛陀教育 佛教 我们很冷静地去思维观察 释迦牟尼佛 确确实实是具足圆满智慧 高度的爱心 想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 为他们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这些佛家常讲 旧苦旧难 政治 打不到 所以他有很好的政治环境 他是王子出生 那他学习王位 那政治做不到 武力也做不到 我们在今天记载看到的 释迦牟尼佛年轻 武力高强 那他可以做将军 可以做统帅 他也放弃了 那用现在讲的话 经济不能解决 这是我们现在明了的 科学技术也不能解决 能够解决问题的 只有教育 所以他全部写去的时候 他从此教育工作 而且从此一种 用现在的话来说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他超越这个国际的界限 超越种族的界限 超越宗教的界限 像孔老夫子一样 游教无略 只要你愿意来学 他是平等的教导 而且自己做榜样 做模范 说到他自己真的做到 他做不到的 他决定不输 所以他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 要用现在的话 跟释迦牟尼佛定位 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 那么从他从事与工作 我们可以说 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您如此强调教育 不过现在我们的教育 似乎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比如说我们平时一打开电视 打开报纸 就会读到很多触目惊心的案件 某个孩子被家长 或者被老师虐待了 还有校园枪击案 学生打死了自己的同学 打死了老师 而且目前就统计来看 青少年的犯罪率是越来越高 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现在在全世界 几乎每一个国家地区 只注重这个科技教育 工商的教育 而疏乎了人文教育 也就是说 小朋友从小就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厨师 厨师带人 这一方面没有教导他 于是工商业虽然发达 科技虽然发达 道德冷亡 造成社会非常严重的危机 我在去年年底 看到洛杉矶 一个佛教的刊物 里面有一篇 世纪末的精心素素 在美国 他这个里面讲的是 每一天 每一天 有问题的儿童 有多少人呢 与这个统计 将近七千万人 这只是在美国 在美国 比如在新加坡 你们有什么具体有效的措施 值得我们借鉴呢 新加坡我们现在是在培训 培训奖金的这个红发人才 我们已经做 现在是第四届 大概总共呢 年前面一共有六七十个学生 除此之外 我们对于儿童教育 也非常重视 新加坡听见很多 那么我讲经大概总是有 一千五百到两千听众 那么家长带着小朋友了 小朋友没地方去 所以小朋友编成一个班 有个更新员 也有二十几位老师 来负责了教导小朋友 我们叫小朋友背这个古书 那么是年龄大概是在四五岁 到十几岁 他们背得进去吗 背得非常好 这个背诵的教学在中国古代 非常重视 那么在这个佛门里面也非常重视 他这个是叫训练根本质 这非常有道理 净空法师主张 学佛不要迷信 拜佛不如修佛 也就是说 虔诚应该体现在细心领悟佛学中的智慧 并将其贯彻在日常生活 待人出世的原则中 以达真实美满的境界 否则的话 磕再多的头 烧再多的香 也无济于事 他自己不设道场 不做法事 甚至不化缘 但在他新加坡主持的居士林 善款不断 九种不同的宗教和平共处 其乐融融 对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呢 我既相信 但是又心存疑惑 因为世界上似乎每一个宗教 都在提倡真善美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纷争 是因为宗教冲突而引起的 那如果要照您这样说 只要大家去平等地对待 只要大家沟通的话 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那么世界上就不应该存在战争 早就应该是世界大同了呀 对 这个中国故人讲过一句话 正通人活 这个宗教为什么会摩擦呢 它不往来嘛 它不沟通嘛 如果又往来又沟通 问题不就解决了 我倒是听说在新加坡的 而且要密切地往来 要经常不断地沟通 问题就没有了 所以我在新加坡 我们九个宗教就跟兄弟姐妹一样 互租互租 那么这个月十八号 很快就到了 回家 他们办了一个学校 要买这个小室 现在这个小室是租的 现在小室准备 可以卖给他们 卖给我们抽款 他钱不够啊 我们其他的八个宗教 都帮助他抽款 这个是过去没有过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往来嘛 人为人不往来 怎么可以啊 不往来彼此互相猜忌 越猜越谋 越猜越离谱 误会就产生了 国家于国家 族群于族群 宗教于宗教 一定要往来问题 我想请您从您的角度 来谈一谈对台海局势的看法 因为大陆和台湾 原本就是同祖同根 在同一个文化基础上 但现在却处在这么样一种 紧张的局面下 您觉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是沟通不够 还是不肯互相往来 如果能够一切互相往来 这问题也解决了 正通人活 通字太重要了 就像身体一样 这个血没有管道 要不通人就成定了 如果我们气没有肠痛的话 这个人健康 台海的隐蔽 这是个历史 也造成 现在问题 除了麻烦在哪里 台湾的时候 这个中华民国了 他要把大陆的领土不要了 他放弃了 可是人民共和国 没有把台湾放弃 那么现在解决 是不是还要用枪杆子解决呢 剩下最最后这个地方 我们都不希望用这种方式 那一用这种方式 好平解决 东西德 好平解决 如果南北韩 也能够好平解决 这台南岸也能和平解决 确定要承认 我们是中国人 这地方是中国地方 这就是这个 人民共和国体制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您刚才描述的 人人都是第一这样的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中呢 似乎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 那就是比如有限的资源和人类永远没有穷尽的欲望 那我们怎么才能填平这个鸿沟呢 是教育问题 教育 特别是佛教教育 它的目的 是教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在佛家家 你叫菩萨 菩萨是印度凡文英国来的 玄装大色犯的就有情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个明的人 明理 吞勤大理的人 这个人就叫菩萨 那么今天人为什么迷在这个物欲里头 迷在权力里头 迷在地位上 他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 你说追求财富 人人都追求财富 财富能追求得到吗 追求不到 你不懂这个道理 中国 你命里面有的 你丢都丢不了 命里面有的 你怎么求 你也求不来 命里无实 莫强求啊 聪明智慧 是果报 法不实实义 健康长寿 是果报 无微不实实义 你只要拼命去修这三种因 果报自然性 去拿 不用贪 贪不到的 用什么手段 就夺不来的 只是增加罪业而已 那个都是做错了的 所以 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就晓得怎么修了 那么在佛门里面 最具代表性的 辽凡思讯 这个小词 你看 原辽凡 如何改变 他的命 他的三种 财富 聪明智慧 健康长寿 通通得到 过去三种修得少 不怕 现在修 来得及 这个例子 很多很多 净空法师 在采访过程中 多次强调 教书育人的重要性 尤其在目前 事丰日下 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 更应当注重 对学生的品行教育 任何一门课程 都要讲求 误处 没有领悟 没有开悟 教学就算失败 教学应当注重 智慧与德行 初学人 德行第一 智慧其次 只有 有德行 亦有智慧的人 才能够造福人类 利益社会 接下来为您播出 雅家非常男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